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超大好雨区已经移转到台湾西部了 苏拉出乎意料在花莲绣林登陆 一夜之间有人失去家园跟亲人 绣林乡多处土石流淹没民宅 连外的苏花公路也多处中断 宜兰大同乡也遭遇重创 南山部落一对夫妻遭到活埋 部落停水停电 有居民拍下土石流的景象偷上网求救 因为一直到现在路还不通 沃利维亚原住民族人为了感谢大地之母 滋养大地跟孕育万物 每年8月1号击败大地之母 希望天灾人祸之后依然可以获得平安 苏拉台风在今天凌晨3点20分 登陆花莲绣林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又再度回到海面上 出海之后到了今天下午2点15分 再度登陆新北市供辽区的三雕角 然后又出海了 苏拉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而且登陆两次已经在各地带来灾情 尤其在宜兰还带来将近2000毫米的雨量 这是气象局在三天前所根本没有预期到的 现在更需要警戒的是台风的雨区移动了 时间交给阿布希 是的 古拉紫园主任观众朋友 就在一开始要跟着观众朋友一同来关系 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 所以我们透过最新的动态图来关系 目前苏拉台风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今天下午3点 苏拉台风就在台北的正东方50公里的海面上 不过其实目前都在北部的进入到北部的海面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路径其实是蛮诡异的 今天有登陆到台湾两次 一次就是在今天凌晨的2点15分 登陆到花莲的秀宁湘 而另外一次就是在下午2点左右 登陆到基隆的三雕角 不过都不到两个小时又出到近海 然后打转一下 其实这个路径都是沿着我们花莲 宜兰 一直进到我们的北部海面上 但是最关键的重点就是 它整个速度有加快并且威力有减弱 已经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 而速度加快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最快明天会远离我们甚至登陆到大陆 而且在明天中午之后 整个暴风圈就会离开我们台湾 但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整个台湾还是在一个警戒范围的情况之下 这个雨量仍然是不可以忽视的 所以透过这雨量累积图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观众朋友特别注意了 整个粉红色区块就是今天都有发生超大豪雨的情况 特别是从宜兰的大同乡 还有陶竹苗的山区 包括到南投还有宜兰的阿里山地区 都有出现非常剧烈的雨势 特别从7月31号一直到今天在宜兰的大同乡 都已经出现了1700毫米以上的雨量 1700毫米相当于超出阿布斯的身高 170公分以上 而另外在台中和平区也超出了1110毫米以上 另外在新竹尖石厢也超出了1000毫米以上 目前这雨都还在持续的下 要提醒观众朋友 其实目前整个宜化东地区的雨势 有略微减缓一点点 但是目前受到环流的影响 并且加上整个台风是向着西北走的 所以现在的雨势都集中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两个重点地区 第一个是陶竹苗的山区 而另外一个就是南投以南 所以包括阿里山地区高平山区 像是桃园区纳马夏区 在今晚到明天都会出现超大豪雨的情况 所以提醒这些地区的居民 都要盛防豪雨的情况会发生 以上就是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 这种把时间的再度交还给古拉斯 非常谢谢阿布斯 的确气象局不断的上修降雨量 原本预估苏拉台风前后 可能要为宜兰带来最高1000毫米的雨量 这是三天前左右的预测 但是到了今天上修到了2000毫米 几乎是一倍的差距 从三天前发布警报到现在 光是在宜兰大同乡的太平山 累积雨量就已经超出1800毫米 气象局不断要提醒民众的 就是明天虽然台风远离了 气象局应该也不会再上修雨量了 但是降雨区已经转移到西部了 宜兰大同乡说到这次速拉台风的侵袭 是这次全台目前雨量累积最可观的地区 同时也传出许多灾情 气象局所观测到大同乡 从星期一到今天下午6点 所累积的雨量已经超出1800毫米 气象局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二度上修总预估雨量 预计警报解除以前 大同乡会上看到2000毫米 目前最大的雨量集中在宜兰的山区 有达到1800多毫米 我们预估雨量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因为台风目前要逐渐要进入了 台湾的北部海面 所以宜兰地区的整个降雨 应该在现在开始应该会逐渐的趋缓 随着台风进入北部海面 东半部地区雨势逐渐趋缓 预计总雨量不会再上修 而陶竹苗山区以及中南部山区 则从今天开始进入到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气象局针对新竹苗栗以及台中山区 其中包括尖石湘 太安湘以及和平区等等 总雨量预估上看1500毫米 而针对桃园 南投以及嘉义 其中包括复兴湘 仁爱湘 新一湘 以及嘉义阿里山湘 预估总雨量会达到1200毫米 另外高平山区包括桃园区 纳马夏区 也预估会达到800毫米的雨量 其中以台中到嘉义山区为雨量最剧烈的区域 台中一直到嘉义地区 这里是目前雨量下雨最剧烈最持续的地方 从今天的今天的清晨6点多 一直到下午这段时间 持续都是每一小时都有达到50毫米以上这种情况 我们预计这样的强降雨 瞬间强降雨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 由于台风位在北部海面 受到西南风影响所夹带的雨量 对西班部地区是相当不利的 所预估的雨量都是保守估计 预计明天下午台风远离 雨势就会明显趋缓 记者阿卜岑天次台北市采访报道 接下来一连几则新闻就要带您 深入的进入秀林乡 因为就在今天凌晨台风第一次登陆的地点 就在花莲的秀林乡 传出严重的灾情了 秀林崇德地区的崇德隧道口 几乎都被土石掩埋 崇德村发生有大量土石崩落 冲入民宅的灾难 舒拉台风登陆花莲秀林乡首当其冲 冲德地区一夜狂风暴雨 夹带大量土石流 把这户太鲁阁族人的家园都毁了 看到家变成这副模样 饲养了三只山猪也被土石掩埋 居民很无奈 林姓屋主试着挖被埋下的山猪 但看到的就只是一点点的铁皮 两大一小的山猪被埋在地底下三米处 所幸家人都平安 大量的土石也冲到社区的道路 军方也加派人力协助清理家园 我们目前由空军的校准部及花防部 共据代表了有三百六十一位官兵 另外资源的重型机具共据有六具 包含有怪手跟装土机还有装藤机等 那目前正在实施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重德这一段能够恢复正常 军方在民力中协助民众将门口家中的土石清出来 虽然有国军跟民间团体的帮忙来清理家园 但是目前雨还是下不停 居民还是很担心会再发生土石流 透过消防救难人员拍摄的直升机空拍画面 梳花公路柔长寸断 尤其秀林乡河中部落 一大片土石淹没民宅情形严重 索性无人伤亡 记者感到花莲秀林采访报道 您刚刚看到的景象 其实从现在算起来 24小时之前都还不是这个样子 一夕之间就变天了 秀林乡在这一次面临土石流侵袭 不止重德村十几户都受到土石侵袭 在河中村您刚也看到 也有土石贯穿民宅 现在是因为道路中断 所以河中的情况 因为人员完全无法进入 还无法取得更详尽的资料 至于在秀林村到目前为止 粗沽至少也有三户民宅 南逃二水冲刷 也被土石几乎掩埋 独鹿谷族的地区 在这一次受到重创 苏拉台风在2号凌晨3点20分 从秀林乡登陆 雨大风大导致秀林乡 面临土石流侵袭 半夜3点开始 紧急撤离乡民 共有503人 分别遭到紧急撤离的村 有同门村 水源村 景美村 三战村 富士村 河中村 还有河仁村 所有人员安全 不过受灾最为严重的是 河中村 有部分民宅遭到土石冲击 淤泥穿过家中 河中部落在早上 3点多的时候 3点左右就开始 土石流就开始 从住宅的后面 整个流到村民的民宅 有一些村民在4点多 都跟我们联系 他们都站在屋顶上 土石流突然冲进部落 居民们都非常担心 索性都已经安全测到 各个村庄的活动中心避难 大量的土石淤泥 出动了国军还有民间团体 以及湘工所清淤中 但土石流也波及到 星辰北端 台九线187K处 南下道路完全遭到淤泥覆盖 目前南下完全封闭 无法通行 我们湘工所还有民间的 还有第四公路段 通通来清理这些地方上的淤泥 大风很大 你看里面泥土都满满了 跑到里面卡拉OK里面都是 输拉台风的影响 波及到秀林乡 有涂石流发生 但车者与世稍缓 还是有民众放不下心 跑回家看状况 屋内全是淤泥 居民看了心痛 不知道风雨过后 要花多少时间和金钱 才能恢复家园 接着感召花莲秀林采访报导 不到24小时之内 面目全非 现在不但秀林各部落受害 连外的交通也都残破不堪 台九线苏花公路 和平到崇德段 四处都是土石摊坊 新城乡嘉明村的河堤 也被土石流冲垮溃堤 秀林新城地区 300多位民众紧急撤离 这是德鲁古族主要分布的地区 苏拉台风突然大转弯 冷不防在花莲秀林登陆 秀林新城花莲市 都受到重创 受到苏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影响 贯穿花莲市中心的美轮溪突然暴涨 临近西边的复兴里首当其冲 水势越烟越高 车辆即将灭顶 救难人员赶紧进驻 协助11位村民撤村避难 而灾情最严重的 就是苏拉台风登陆的秀林乡 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落下了1100毫米 造成了台九县苏华公路 到和平从德路段 多处土石流滩方 山边都是巨型的瀑布 而路上车辆也都动弹不得 200位的村民全部被紧急安置 在村内的活动中心 三点十分之后 我开始了五点八点 凌晨三点钟 对对对 三点十五左右 我就那时候我就没有睡觉了 真晚没睡 对啊 我就怕我那五点屁股 也是那个会掉 那有声音 哦 你像两声响 两声响啊 这风很大声 是哦 整个都淹了 一天有发生这样吗 有 有发生过 而新城乡灾情也相当的惨重 位于慈济金社后方的嘉明村 村内核体也遭到土石流冲垮 土石流还差点淹没一旁的民宅 当时这样子听到呼噜噜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说真的有事情这样子 这个三点多下面的那个房屋有没有 因为淹水了嘛 他们家有淹水了 他打掉给派出手 然后派出手就过来看 这样我们差不多四点多就过来看 就是这份淹土石流的这样子 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的统计 目前受到大雨撤村的村落 包括了秀林乡的和平 水源 富士 景美 铜门五个村落 还有新城乡的嘉明村 以及花莲市的复兴里民众 初估撤离了三百多位民众 目前都安置在各乡镇内的活动中心 记者综合报道 你没有看错 这个就是花莲的秀林乡 花莲新城秀林地区 在这次大淹水 更严重的就是台九县 苏花公路和平到崇德段 到处落石摊坊 目前苏花公路全线中断 而台铁北回县 也因为土石流掩埋停死了 花莲县长福坤奇又开火了 对中央很不满 说马总统只跟北区六县市 进行视讯连线 根本就不理会花莲县 苏大台风突然大转弯 从花莲登陆 带来的豪大雨 瞬间降在花莲北区三乡镇 花莲市每人吸暴涨 导致临近西边的复兴里侧村之外 新城乡的嘉明村 河堤也溃堤 最可怕的则是秀林乡的崇德村 整片山壁上的泥水 夹着土石流勋泄而下 让苏花公路南端出口的崇德村 马路与民宅 瞬间都被土石流淹没 尽管土石流规模并不大 但是还是让崇德村村民下的半夜 紧急逃到高处避难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对外交通中段的苏花公路沿线 河平 河仁以及河中等三个村落 土石流灾情更加严重 还有一名矿场警卫失联 而村落里的病患都是利用直升机接驳 送往花莲慈祭医院安置 在河中260几位村民 我们现在都安置在 我们河平村办公处跟河平国小 人员都平安 但是因为现在有两三个村民 一个失温 一个是气切的村民 还有用空运直升机再到我们慈敬 花莲灾情惨重 花莲县长傅庚奇前往勘灾 对于中央也火力全开 质疑总统为何防灾视讯会议 独独露了花莲 才让花莲措手不及 这一次所有的预报 都指向在北台湾登陆 而中央的视讯也没有让花莲县参与 我在这里必须表达遗憾 但是我们只有常常讲一句话 我常常讲一句话 我们自己要做好自救的准备 除了自救的准备以外 我们就是向天祈祷 因为除了自救准备跟向天祈祷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根据消防局统计 包括秀林乡的和平 水源 富士 景美 同门五个村落 还有新城乡 嘉明村 出姑已经撤离了770人 目前均安置在各乡镇内活动中心 对外交通方面 北回铁路因为土石流掩盖铁轨中断 预计晚间抢通 至于舒华公路和中横台发线 沿线落实摊放不断 目前还是封闭 要等到整修安全后 才能开放恢复通车 记者温家凯 欢联报道 继续要来看宜兰 气象局上修宜兰的雨量 很多灾情已经超乎想象 宜兰大同乡在昨天 南山部落就发生有土石流 冲入省道跟民宅的惨剧 一对非原住民籍的夫妻 到菜园巡视 不幸遭到土石流掩埋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现在台七甲县多处 道路摊坊中断 两个人的大体根本无法运送下山 很多保住生命的人 可能也已经失去生存的力气 因为在南山地区 赖以为生的高冷蔬菜 在这一次不是被冲走 就是被打坏 就算大雨停了 也几乎是断了泰亚族人的生路 南山目前的状况 其实是没有人看得见的 因为道路中断到现在 相关单位都还无法勘灾 有年轻人拍下土石流的景象 PO上网向外界求救 拍下部落土石流的状况 南山部落的居民 透过网路向外求救 由于输拉台风连续几天 在宜兰大同乡降下超大豪雨 8月1号深夜 南山部落发生土石流 直接冲入台七甲县道 甚至泥流冲入民宅 由于台七甲县沿路多处滩方 南山部落连外道路中断 居民拍下一张张土石流的照片 直呼可怕 祈求鱼别再下了 2号清晨 一对桃园县级的非原住民级夫妻 46年次的陈木吉 以及吴景云到菜园巡视的时候 不幸遭到土石流掩埋 由于道路还未抢通 大体无法运送下山 目前南山部落停水停电 大部分的居民种植高冷蔬菜为生 不过强大的雨是 把农民辛苦种植的蔬菜冲走 损失目前无法估计 村长表示 许多农民才刚刚下完菜苗 就遇上大雨所有的薪水付诸流水 非常无奈 只希望鱼别再下了道路快抢通 不过由于台七甲县 以及台七县 整条大同乡境内沿线的道路 有多处的严重摊坊 独立善公务段表示 目前山区雨势还很大 无法前往灌灾 估计短时间内道路还是无法修复 记得我们把麻药整理报道 如果来到宜兰其他乡镇 其实也都无法借免 其中以五节乡的锦重村是最为严重 水深一度急凶 三百多位村民受困 不论是五节或是山区 例如在南山都传出不幸的消息 暴涨的溪水夹带大量土石 看来触目惊心 大同乡的田古尔桥 经不住冲刷 应声断裂 山区连日降雨 土石崩落 大同乡南山村接近中午 被村民发现一对夫妻 遭土石掩埋罹难 这个夫妻她因为山坡 土石到华洛道的菜园 然后她拿了锄头去开水路 那造成不幸 就是后这个土石 这个土石崩塌下来 把它掩埋 造成死亡 但位在台西甲县的南山村 目前因为对外交通完全中断 大体也只能暂时安置 等待检察官相验 连日大雨 山区落石滩方不断 市区地洼地区也一度水深急凶 汪洋一片 位在五节的锦重村 民宅一楼进水 家居泡汤 车子也全部变成泡水车 中难队驾驶橡皮艇 进到淹水区 要把受困民众载走 但这位老太太坚持不肯离开 你这样不肥压嘛 肥压嘛 我帮我帮你载出就好了 好啦 我帮你 我现在铺就铺垃圾 对 我这样 去铺我看我真的不老 就算水都快淹到胸口 不少居民还是留在家里清理 救难队员只好先把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先带离 这里有 你有没有鞋子 鞋子现在没有 鞋子要 鞋子 当地居民说 这里每逢台风避烟 但这一次最严重 县府应该从根本解决问题 如果这里是可以有住宅的 有什么 那就把这里治水治好了 不然每天提这个水桶也不是办法 警销军方都出动救援 中午过后积水逐渐消退 但仍有900多户淹水 虽然雨是趋缓 不过间歇降雨不停 重整家园还需要好一段时间 记者薛家庭国黄 SNG小组宜兰报道 宜兰的南澳湘也一样 南澳湘目前金阳 壁后金月村都传出有土石流的灾情 而且断水断电 道路也中断 也是一样 连救援勘灾的人力都无法进入 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有部分地区的村长就很担心 民生物资会不足 在壁后村的部分 国军现在已经可以挺进 帮忙清理家园 因为连同壁后等一些地区 已经有40几户家屋 遭到土石流侵袭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宜兰县南澳湘金阳部落 也就是往金阳的产业道路 已经被南澳南吸水冲刷一半 地基也掏空 南澳湘于是从台风登陆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停过 也造成没有发生过严重土石流的壁后村 南球场教会道路都变成小河流 地上也是有厚厚的一层淤泥 已经赶紧在清理 第一次遇到这样严重的土石流 村民跟村长都还感到害怕 另外金阳部落的对外领外道路 也都中断土石严重的崩塌 现在也都无法做抢修的工程 因为进不去 村长也担心民生物资会不够 南澳湘金阳桥 因为水位超过警戒值而进行封闭 目前南澳湘交通通往金阳 壁后村的道路都中断 暂时无法修缮 南澳大同等乡镇都有停电灾情发生 共计八千九百五十四户停电 目前虽然雨市已经停止了 但是村民还是要等路抢通 只希望不要变成孤岛 接着来南澳湘拉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要再为您整理一次受创惨重的 宜兰县大同乡的灾情 湖北的溪水夹杂大量的吐石不断冲刷桥墩 通往热水部落马伦桥的部分路面地基遭到掏空 溪水也不断的冲刷 施工人员紧急吊派消波快 填充重毁的地基也紧急封锁现场 宜兰县大同乡连夜降下惊人的雨量 通往南山四季茂安三个部落的台积甲县 有多处的大小土石探方 完全夸通行 也没有另外的替代道路 造成后山部落完全是形成孤岛的状况 而四季村也因为原水导管卸车毁 约有九十户停水 除了停水之外 也影响上百户的居民用电 台积甲县的一点八公里处 那这个探方的地方呢 这是过去都没有过 那因为昨天瞬间的这个豪雨呢 才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坍塌处 我们后面好几百户的这个 茂安四季南山的这个住户 到现在还没有电 那台电人员呢 刚刚来过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办法抢通 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电的输送到 我们这个茂安四季南山这个部落 目前大头乡除了英式村撤离到 就近的复兴村活动中心安置之外 松罗部落约有40名的居民 也在一号晚间撤离自己的朱家 前往附近的活动中心紧急避难 生怕雨水过多 造成土石榴冲毁家园 因为这个地方它怕山区 靠山区山边它有土石榴的现象 因为雨势太大 所以就先疫警式的先 在昨天晚上大概八点的时候 我们先把胖安置在这个地方 之前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家后面的时候有什么 好像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下大雨就是要遇到这边 因为那边很危险 有有回去看一下 对还可以啊 对对还没有说什么大事情 有那个水都打到家里面来 另外在以51线道上的天孤尔桥 是太平村对外的联络要道 不过在2号凌晨 已经遭到湍急的河水冲毁 断层三劫 加上台积甲县 樱滩方中断 造成太平村目前成为孤岛的状况 目前大陆乡有南山 四季 茂安以及太平四个部落 都是形成孤岛的状况 于是渐缓 但山区的道路仍有零星的落实 民众出路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小心 记者 在这次受灾的地区 几乎是集中在 德鲁古还有达燕的地区 新竹尖石乡 发生逐60线道 边坡摊方将近100公尺的情况 另外一条通往 易新加勒 新勒村等 泰亚洲的地区的逐120线 道路多处落实摊方 吸水淹过了路面 由于受到苏拉台风的影响 在新竹县也不断出现大雨的情形 在竹60线1.2公里处 也出现了道路边坡摊方的情况 目前可以看到施工单位 都在积极的抢修当中 不过由于受到雨市的影响 抢修的动作呢 有点受到困难 这是通往景平梅花 玉峰绣篮四个村的主要道路 雨市人不断的下 公司表示抢修进度将会延后 而另外通往一新加勒新勒村的 逐120线30公里处 沿线一直到坚持博校 出现多处落实摊方 路面被水淹没成溪流 公所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暂时封闭 不过在新勒水淹部落 有一名病患需紧急医护支援 公所也赶紧派卫生所人员进入救援 车子都不能通 有一个 不晓得什么 他开什么刀 要怎么就派他来出来 对 让他这样总把他救出来 对 要去救他 因为他那个好像排尿 尿管已经补住了 在新竹县原乡地区受到大雨的影响 道路频传落实摊方 内望通往新竹尖石的竹120线道 也有零星落实 一家电视台采访团队 在采访灾情过程中 采访车遭到落实杂重 所幸并无人员伤亡 而目前雨市人尚未趋缓 民众要严防外出 避免灾情发生 记得怎么怎么 乌溜新竹坚实采访不到 正如气象局所预测的 从今天晚间开始 强降雨区将转移到台湾的西部 现在阿里山邹足地区也提高警戒 从阿里山传回来最新的消息 就是大约在晚间六点的时候 阿里山乡的出口民隧道 已经出现了大崩塌 已经造成交通完全中断 目前是无法通车的 施工单位也紧急派出车辆 到现场查看是情况 要进行道路的抢通 而台18线阿里山公路 35到88公里 出口到阿里山的路段 累积降雨 已经达到公路总局设定的封闭值了 考量民众行车的安全 目前依然封闭两端的道路 公路总局第五区养护工程处 将是降雨跟路况 再考虑恢复通行 提醒想要出入这些道路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小心 留意自己的安全 而才说到雨区移到西部 南投仍然像从昨天晚 今天开始下起了大雨 山区很多吸水暴涨 道路摊放中断 卢山温泉区又再次的 再次的遭到洪水的侵袭 目前已经有很多部落道路 是中断的 包括立行线 沿线的发祥村 立行村 目前也都是道路不通 而且还停电 原住民族人牢牢小小冒险行动 只为了预先补充物资 这个路很难走 是原住民族地区的大问题 南投仍然像从1号凌晨 开始出现墙降雨 中午过后雨量更为明显增强 并从未停息 不仅造成溪水暴涨 许多道路也因为落石摊坊 而造成中断 最后族人下山采买补给品 想要度过这一段灾难情节 没想到要回去时 却遇上道路摊坊 最后只好顾不得危险 一家老小勉强手持着雨伞 强行通过险向缓身 那目前是不通的 那我们县府的灾害厂 开口合约的厂商的重机械 在这里 那目前因为雨水太大 也贸然让他们来抢通 很容易造成危险 可能雨室缓和之后 再请他们来抢通 那这条路是要通通哪进去 它这条路通到三个部落 就是万峰 法治跟中正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我们 另外一条主要连外道路 而这次卢山温泉区 再次被洪水吞噬 不仅原本的堤防不见了 就连河道中间原本要有的 一座卢山温泉桥 如今也已经被灭顶看不到了 旁边的温泉饭店 更是凶多吉少 截至目前仁爱乡 头89线例行道路 多处摊坊造成中断 南头83线14.5公里处 也因为摊坊无法通行 台14线96.5公里处 也是摊坊中断 例行村发祥村因为摊坊 压垮输电线路 目前是停电的状态 以上状况都必须等到 雨室缓和之后 施工人员才能进入抢修 另外在2号录夜后 为了安全考量 从傍晚6点起 已经陆续预警性的封闭 台14线省道普屋公路69公里处 以及87公里至90公里的 庐山部落段 民众如果有必要上山或下山 最好先询问路况之后 再行前往 气象局表示 预计2号晚间 南同山区的雨势 还会每小时50毫米以上 持续下不停 记者No 南同仁爱采访报导 风到底有多大 蓝雨从清晨3点多 开始就吹起了15级的强震风 大约4点也让蓝雨的电力 一度被强风吹起而停电 稍后回来 稍后回来 从中的阻力 composition 以及国内的民众 到在山区内 中的程度 但身在离开 下山区域 很远 下山区域 开始 欢迎回到原始晚间新闻的现场 持续要带年追踪苏拉台风 在原住民族地区所带来的伤害跟影响 在今天德基水库 石门水库 还有翡翠水库都泄洪了 而住在翡翠水库下游的新北市 新店区西州部落 在今天凌晨开始 下游有15户人家开始淹水 而且淹到了一层楼这么高 从台北线到新北市 市政府承诺要给西州人 打造安全的生活园区的承诺 始终没有兑现 现在又淹水 走到新店西州部落的下游住户 可以看到拉起黄色警戒线 地上还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淤泥 走路必须要慢慢走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在房子外面就看到很多沾满淤泥的家具 族人穿着雨鞋 雨衣 戴着安全帽忙着清理 还有头目赶紧到房间 看自己的阿美服饰有没有被迫击到 好在放在高处没有被泥沙用到 这次淹得比较严重 族人也期盼政府能够重视河岸部落的安全 上级的人应该要要解决 就是说你不要说有种煤字这种情形 而且他们上面又要讲是执行什么 搬迁 撤离 应该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准备的办法 应该拿白线数九只在这里而已 旁边的这个边坡也都已经做到一定的高度了 那水是比较大一点 那水就淹到部落里面来这样子 西州部落目前有下游的15户房子 在8月5号凌晨开始就淹水 不过好在居民早早就先撤离到 附近的活动中心 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 也说看到淹到一层楼这么高 要清除淤泥要花上一两天 村民感到很无奈 记载来自然朗阿鲁新北市新店采访报道 这次台风重创双北市 台北市文山区今天上午发生土石摊坊 土石流更是直接冲进了民宅 紧急撤离50户人家 而新北市秀朗桥下受到豪大雨 跟涨潮的影响 水淹一度将近两公尺高 公车全都泡在水里 工厂也几乎灭顶 土黄色的泥流直接冲进民宅 防火象瞬间变成小泥流 台北市文山区新龙路三段207巷 山坡土石滑落 警察人员马上拉起轰锁线 紧急撤离邻近的50户人家 那我们船家说没有发生任何事 因为921也没有啊 后面奔下来已经积到了差不多2楼以上 如果再掉下来的话 可能会积到4楼5楼 如果再大立的话 连这个地基会有问题 而连夜的大雨也让文山区指南路三段40巷出现摊坊 整条道路落实不断 首当其冲的十几户人家 不管怎么劝就是不肯撤离 死守家园 没有啊 要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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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上面呢还有一块大石头 也蛮松动的 那想说如果大雨来的话 可能又会继续崩落下来就比较危险 因为它一下去重力加速度 可能就是会到他们的住家 受到速拉台风强风暴雨的影响 台北市区有许多路数被拦腰折断 甚至被连根拔起 直接压中停在路边的汽机车 豪大雨加上河水涨潮 也造成新北市校长桥下 淹水一度将近两公尺高 让停在桥下的公车泡水 附近的工厂也一度几乎灭顶 要不要不要了解 多少钱啊 几十万 几十万哦 黄豆很多的隔音水 还有哪些东西呢 放眼望去已经看不见 秀朗桥下原本骑脚踏车 和打篮球的运动场 积水跟河水一样高 汪洋一片 居民忙着清理家园 抢救泡水车 希望把灾害捡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 在新北市还有乌莱区的南市溪暴涨 造成台九甲县新乌路淹水 信贤部落的洪河桥下的南市溪水 也已经快要碰到桥面了 苏拉台风带来强劲的风雨 新北市乌莱区南市溪暴涨 造成台九甲县新乌路淹水 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信贤里的洪河桥下的南市溪水 已经快要碰到桥面 在加酒疗吊桥 也可以看到南市溪水暴涨的情况 而在8月1号一早 也在乌莱区 也要接发现几户淹水的情况 也立即请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处理 现在淹水也已经退了 而目前乌莱区信贤里 比较靠近乌沙溪的19户 有29人已经撤离到信贤安置中心 目前信贤里有20几户断电断水 也已经通知电力公司前往抢修 而在乌莱区大约有十几处 出现零星的落实 就是乌莱网福山的北107香道 4K 9K 16K出现摊房落实 以及台9甲也出现零星的落实 8月2号的下午2点左右 4K处已经抢通 目前是单向通车 信贤里的19户也还在等台风离开之后 才能回到家园 记者在南市南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在中台湾苗里南庄乡 东河村通往陆场部落的苗21线 也已经出现多处落实探方的情况 西水夹带土石滚滚流下 山壁的小溪也成了大河流 在苗栗南庄乡受到大雨的影响 不止溪水高涨 东河村通往陆场部落的苗21线 也出现了多处落实探方状况 苗栗南庄乡公所担心大雨不断 不仅会造成道路中断 山区也容易发生土石流 为了山区居民安全 下公所赶紧在1日晚间9点左右 将居住在土石流浅市区的陆场部落居民 撤离安置到山下的公有市场二楼 安置所的居民带着重要物品下山 而乡公所则提供睡袋与粮食 不过一整天待在安置所内 没有电视没有电脑 居民们不是躺着休息 不然就翻翻报纸或是打牌来打发时间 而正在放暑假的小朋友们 遇到台风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不能和朋友出去玩 只能待在安置所内 如果铺在哪里就睡那边啊 就不知道怎么完美 很无聊啊 为了打发时间睡这边玩 对对玩一下嘛 不然我们一直睡觉会很累呢 每逢大雨居民就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虽然居民们平安待在安置所内 不过内心却很牵挂 担心部落的住家 期望台风能够赶紧远离 回到自己温暖的家 记得怎么做乌溜苗栗南庄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带您看到的是 高雄桃园区台20线84公里处 又有吐石崩落了 小心 小心 我们已经走到这个84开这个地方了 要爬上涉水 然后这个地方要非常小心步伐 千万不能踩那个泥土的地方 要看着石头来踩下去 不然都要会踩下去 要跑的吗 要跑的吗 好 直接就这么从陡坡狂奔跨过去 大家只顾着眼前该踩的大石头 其实旁边就是四五十公尺深的断崖 索性大家都平安地 舔进到土石崩塌处的另一端 我们刚刚已经越过了这个 这个路面的一个障碍 非常的危险 因为呢 这边的泥土呢 是非常的松软 刚刚真的猜一眼不小心 整个脚就陷下去 好 运运运另一头热心的 布农族青年 搭载着我们 来到无法对外联络的高中里 来到部落里 居民的现况又是什么呢 那现在家里都在做什么 上网 看电视 那现在都做什么呢 就是上网 可以上网 社区似乎看似平静 但里长却一刻也不得闲 就怕与世影响部落安全 我们以这个各领的领长为主 做一个单位 就小型的一个 各组的一个分工的一个单位 你这边安全吗 目前呢 我不敢讲是安全 因为按照今天的局势的话 可能到入业以后 是不是一样震荡 那我们会加强的跟警方来配合 跟驱公所来做一个联系 高中里目前尚无传出任何灾情 但道路方面 桃园驱公所表示 台二十线路段的地方 除了八十四 八十六 以及九十K之外 月穗浓路以后的村落 全都限为孤岛 必须要等待雨势稍缓 才能够做道路抢修的动作 接着巴鲁阿里高雄市桃园区财阳报导 一连好几则新闻观众朋友 一定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看到的景象 感觉上好像都很类似 会看到落石黄土土石流 也会看到受到安置的灾民 这其实就是台风来袭的时候 台湾原住民族人生活的空间 那么在高雄桃园区的居民 的确不敢轻忽 在这一次就有居民 赶快抵达高雄市六规区 乐乐段永久屋 赶快先避难 乐乐段的永久屋 其实是在今年的四月完工的 是桃园区离灾不离乡 秦河里的永久屋 先见当时就强调 每逢大雨 也可以成为临近部落居民的避难所 在苏拉台风来袭之前 就已经有桃园的居民前往 站住 希望可以躲过台风带来的灾害 以及道路随时面临中断的窘境 不过在这里的居民更希望 就是道路可以赶快修好 蓝雨其实从清晨三点多开始 也吹起了15级的强震风 大约4点也让蓝雨的电力 一度被强风吹袭而断电 为了要恢复宫殿 台电的员工也不顾强风吹袭 赶快抢修 终于在下午大约2点35分的时候 全岛正常恢复电力 野子树被吹得东倒西歪 蓝雨风是从清晨三点多就开始吹起强风 根据蓝雨气象站表示 蓝雨平均风数每秒28公尺 相当于10级风 最大阵风每秒45公尺 相当于15级风 就连屋檐也都快被吹得掀开来了 机车也东倒西歪 甚至忽然被强风吹倒在马路上 不过居民表示 以前的台风比这更可怕 这是它的半台风的后层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过去台风的威胁相当严重 蓝雨连续几个小时的强风吹袭 就连长满果实的农作物香蕉也被强风吹倒 椰子果实就像重重的保龄球一样 但却也被吹得摇摇晃晃 不过当地居民刚好也利用强风 将椰子果实催落到山上捡食 要去哪里 去找椰子 被台风吹下来的 如果有台风的水 椰子都会掉下来 就会去收集起来 自己的椰子自己去找 蓝雨从二日清晨三点多 就开始吹起15级的强震风 约4点开始就让蓝雨的电力 一度被强风吹袭而停电 为了要恢复供电 台电员工也不顾强风吹袭 来抢修电力 现在是那个西兰气 那个海浪很大 把那个原份都带到电桿上面 寄那个横单 原份很大 烧掉 把那个开关都离开那个横单 会变成短路这样 所以电没有办法送出来 在台电员工抢修后 在2号下午约2点35分 全岛正常恢复电力 而在10点半 蓝雨也发布停班停课 目前蓝雨还是持续吹起强震风 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下班里打赏 台东蓝雨采访报导 明天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到目前为止 还是跟过去一样 到现在 宜兰县 澎湖县 金门县 是宣布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当然在许多灾区所在的县市 其实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7点50分左右 是还没有宣布的 而继续要带您看到的 则是来到南美洲的玻里维亚 玻里维亚的原住民族人 为了感谢大地之母 滋养大地跟孕育万物 就会在每年的8月1号 祭拜大地之母 当然也是希望天灾人祸之后 依然可以获得平安 居住在高山区的玻里维亚原住民族人 冒着寒冷 经过长途跋涉 抵达首都拉巴斯市附近的高山上 原住民族旗在寒风中飞扬 要祭拜滋养大地和孕育万物的旅神 大地之母日是印加原住民族传统 不过已经跟西方基督宗教融合 祭典选在一处耶稣像旁举行 有父女前程祷告 如果根据当地传统 祭司准备祭品之后 放在信徒的头上 向大地之母祈福 事前准备好的骨科叶 酒精 葡萄酒 香烟 以及特别调制的饮料 Chicha 都放在连土器皿中 然后埋在土里 这天 祭司也起火燃烧祭品 要人们不要忘记传统 除了感谢大地之母 信徒也满心期待 在南半球的玻利维亚 八月是每年第一次收成的尾声 原住民族人相信 大地之母为了 辟要人们能够顺利收成 而费尽心力 所以要回快感谢女神 住在都会的居民 也会举行这项仪式 信徒向大地之母祈求的内容 包括要房子 车子 假期 健康和金钱 记者 邱德正编译 苏拉台风两度登陆又出海了 那么现在包括这项单位 都不断的市警 提醒住在台湾西部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因为强降雨区 已经转移到台湾西部了 虽然说现在台风的威力减弱 不过大家还是最怕 这个雨到底会下多久 因为这可能要影响 原住民族地区的安全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布斯 是的 古拉斯为主人 观众朋友 Mimi-san Ouninam 所有到刷台风的影响 原向地区的灾情 是不断的传出 所以这时候做好防台措施 是一定要随时的准备好 当然这时候观众朋友 就要跟着阿布斯 一同来掌握好 这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透过这台风的路径图 来看一下 目前其实 这台风中心位置 就位在北部的海面上 但是这重点就是 这苏拉台风的威力 已经减弱了 并且速度有加快 已经转为一个轻度台风 而速度加快 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最快 在明天就会登陆到大陆 而我们整个台湾 就会离开 它的暴风圈范围内 而今天其实整个宜兰 花莲还有台东地区 受到它的远离的影响 与世都有逐渐的减缓 但重点就是整个雨量 已经逐渐转移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所以我们透过下一张雨量图 可以看到 观众朋友注意到了 我们可以看 虽然在宜兰大同乡 雨势还是特别多的 但是主要 我们把重点放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特别两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是桃竹苗的山区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南投以南的山区 其中包括高平的山区 特别从7月31号 一直到今天累积的雨量 像是宜兰大同乡 到今天已经超出了1700毫米 而根据气象局所预估的雨量 到明天以前 宜兰大同乡 甚至会上看到2000毫米的雨量 而桃竹苗山区 像是在苗栗的陆场这个地方 会上看到1500毫米 那当然南部地区的朋友 更不要忽视 像是桃园区跟纳玛下去 也会上看到 甚至是有800到1000毫米以上 而特别在今晚到明天的时候 这些地方都要盛防 超大豪雨的情况会发生 那当然我们要透过 下一张的卫星云图 进一步掌握到 观众朋友可以注意到 整个苏拉台风 在现在整个情况 我们看到整个暴风圈 可以说是覆盖全台 所以全台都在它的警戒范围内 而收到整个台风 由于它一直慢慢的往西北走 所以受到整个风向 还有地形的影响 相对的对整个西半部来讲 是相当的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晚到明天 整个西半部来说 雨是会特别明显的原因 不过到了明天 整个台风逐渐往北走 进入到大陆地区的时候 不仅是威力会更减弱 并且会远离我们之后 我们就会离开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当然就是到了礼拜六之后 全台各地的风雨才会逐渐的减换 另外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在东部的海面上 又有另外一个热带新地气压形成 并且有在酝酿当中 不排除在未来 又会形成一个轻度台风 所以在这边要告诉大家 即使这个苏拉台风 在明天之后就会逐渐的远离我们 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也许在下个礼拜之后 又会有一个台风即将又会形成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随时随地都要做好防台的措施 那当然台风资讯掌握好之后 这海上的天气变化 依然也要掌握住 所以透过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受到这苏拉台风的影响 在今天近海 其实我们都已经观测到 四到五公尺的长浪了 并且风力最强已经观测到十二级 所以像这样的海况呢 其实已经非常的不适合出海作业 那当然更详细的海上的天气变化呢 还是要带大家一同来关心到 我们近海的渔业气象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 在今天也感谢您的收看 台风夜要祝您一夜平安 再会 照顾妈的日子 二十四小时都是备战状态 我觉得好累 整不知如何照顾 九十七年起 长期照顾八大服务 已经帮助接近十万个需要照顾的失能者 和照顾他们的家人 长照专线四一二八零八零 大家晚安 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 苏拉台风目前 十一点的位置 已经来到了 马祖东边的海面上 距离马祖大概 一百二十公里 距离台北大约 也是一百二十公里的距离 未来将以比较快的速度 逐渐 朝向中国大陆 这边移动 那它通过 整个中国大陆 登陆中国大陆的时间的话 大概会落在明天 上午这一段期间 随着苏拉台风逐渐通过之后 台湾各地的雨势 都会明显的趋缓 而且在警戒的范围的话 预计明天 明天上午以前的话 应该全台的陆地 都可以有机会脱离 陆上警戒的范围 海上的警戒范围的话 可能要到明天下半天之后 从今天的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其实在整个下雨的过程 在清晨苏拉台风 登陆到花莲河中一带的时候 导致在宜兰还有花莲 跟新北市这里 有非常剧烈的下雨状况 不过它在进入河中之后 整个结构被破坏得相当的明显 所以等到它绕出来之后的话 下雨的状况在上午之后的话 整个移到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其实在今天整个下雨的雨量的部分 都有几乎除了在台东这些区域之外的话 大致上都有达到超大豪雨以上的水准 甚至在南头的山区 有达到900毫米的雨量 单日的雨量是相当的惊人的 那在